记者杨新汉台北报导,天后阿妹张会每本周日将在信义区开唱,上万张门票早被换光,没想到却引起黄牛际于一张入场券在网上被炒成破万元,唱片公司已保留500张门票,当天会在现场兑换给购买专辑的粉丝,呼吁大家抵制不法黄牛。 阿妹睽为多时重返台北开唱,她的最新疗愈情歌坏的好人MV要在今天首播,团队打造像是实验室的场景,透过投影在外照布幕时而向飘雪,时而向下雨,表露心境上的转折。 导演安排阿妹把脸,手而等各部位,用3D列印的方式呈现,之后再丢进马力强大的绞碎机里绞碎,象征破碎的自己,只是绞碎机的马达后座力超强,让阿妹被吓到直呼怕怕,见到面部的模具打不碎,天后还打去,代表着我顽固的新跟人绞碎阿。 阿妹将在台北举办万人演唱会,却有黄年炒作演唱会门票,EMI提供张贵妹拍摄新歌坏的好人MV,EMI提供张贵妹拍摄新歌坏的好人MV,EMI提供。